為期九天的2016世界新車大展 明天將在台北市登場 今年首度分成了兩個館來展出 超過了200款的新車将要參展亮相 現在就先跟著UDN TV的鏡頭 一起搶先 一睹為快 2016世界新車大展即將要盛大展開了 今年主要分成兩個展館來展示車子 而我現在所在的就是在南港展覽館這邊 主攻歐系品牌 而未來10到20年呢 其實最受瞩目的就是物聯網相關的概念車款 一起帶您來到現場 先讀為快 高規格撼動音樂和聲光效果 鐵灰色 未來感十足的霸氣賓士無人概念車F015 由台灣賓士總裁邁爾肯親自試作 車子緩緩使出 具備自動手動雙駕駛 全車觸控螢幕 還擁有2加2座配置 座椅可以180度旋轉 這回現身國內展場 豔然成為最矚目焦點 更引領未來車市最新趨勢 將來這個車輛的運行 將會從無人駕駛自動運轉方面 會是比較大的一個重點 那甚至像這次有一個賓士車展出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自動駕駛車 那把這個車輛跟電子整個完全的做連結 另一家車廂Len Robert 早來名模王莉亞 秀出最新SUV手禮車 不過其他知名品牌 包括了Jega 也秀出第一台SUV車款 Massarati和Banley 也都在今年一同推出新款SUV 藉著這次的大展高調對外選告 UDNTV的是米秋新衣 特別報導